Ready 到東京電玩展 除了看遊戲之外 電玩迷心中的必到勝利 球業員也是一定不能錯過的 電玩帥樹沛在電玩展採訪之餘 也帶玩家前進球業員 甚至直擊全日本最大的電子百貨公司喔 剛出就業員車站 一定會被滿滿的霓虹招牌嚇到 而且岩路都有女僕妹妹在發傳單喔 出車站往電器通的方向走 右邊會有一棟七層樓高的建築 從一樓到七樓都是賣遊戲 動漫畫以及玩具產品 光看就讓人非常興奮 而往車站的另一頭走 就是全日本最大的電器百貨公司 Yodobashi Akiha 這棟有十層樓高的超大建築 全部都是賣電子產品 從手機 電腦產品 電視 家電以及遊戲等等 而五樓就是整個秋葉園最大的遊戲專區 不但各類的遊戲產品也能滿目 各個遊戲廠商還會自己設置展示櫃 這種超大規模的電玩專賣店 玩家很難在台灣看到 所以有機會來日本一定要來逛逛喔 遊戲性幹線代理的超華麗冒險線上遊戲 神鬼奇兵Online 短短一周累積會員人數一計達到70萬人 同時電線人數突破6萬元大關 為了感謝玩家的支持 遊戲性幹線趕緊加開伺服器 人魚祕境 提供玩家更多的冒險任務 神鬼奇兵是同時具有豐富遊戲內容 以及輕鬆玩的高爽的線上遊戲 不但有詳細的新手導引 玩家甚至能在一個小時之內 將等級練至30集 體驗到輕鬆玩的全新休閒概念 玩家可以來試試看喔 遊戲性幹線代理的Capcom 超強線上遊戲 魔物獵人Fountain Online 將於11月8號展開封測 封測期間不僅等級上限 從原本的29集 提升至49集之外 火龍迎擊戰活動任務 和金獅子、熊火龍等魔物 也會在封測時讓玩家來體驗 此外 為了獎勵封測期間 戰績輝煌的賞金獵人 特別舉辦賞金獵人的特定活動 玩家家封測期間 是全神指定的150家網咖體驗遊戲 即立即享有VIP級的豪華優惠 還能與店家免費助用把守喔 只要在封測期間內 對魔物獵人Fountain Online內容 有任何的想法或意見 將寶貴的意見寄到魔物Soldry信箱 就有機會獲得魔物的精美T-Shirt喔 還在等什麼呢 一起來鎖獵吧 戰鼓表示 他們帶離的可愛風格 在旁邊的線上遊戲 《光明戰績》將進行最強改版 自9月份開放65等級上線之後 在10月8號將加開 《王者的藏身處》 土魯莎的據點兩個最強的地城 難度將是光明戰績史上最高的挑戰 兩個地城分別在冰原的兩處 必須組滿私人隊伍才可以進入 玩家可以在裡面獲得 許多高級的武器裝備 也應付更艱難的挑戰 另外 即日起至10月22號至 玩家可以在一個月的主題活動 透過打怪射擊玩蛋 跟NPC兌換強化至加武的 高階金色裝備 還可以與NPC 度換期間限定的 全新聊日系仙女造型寵物 常伴的玩家左右一起冒險喔 由一集網代理的卡曼風格 動作冒險 Else War 正式公佈中文命名為 《愛之光》 以3D場景結合了賽路人物的強烈風格 讓遊戲視覺更加的立體 增添闖關的難度 加上MMO的元素 增添遊戲豐富的趣味 等著玩家來挑戰 這款遊戲的畫風 以卡曼風格呈現 當玩家使出必殺絕技時 彷彿化身漫畫的主角 熱血秀出高難度的戰鬥特效 另外遊戲中有多種不同的職業 玩家可以組織小隊闖關 在五大地圖中 可以透過各村莊的卡蜜拉NPC 進入競技場 參與PVP的模式 與別人一將高下 還可以透過收集材料 製造出新的道具 並利用豐富的社群功能 讓玩家在遊戲中自由的買賣 來買賣自己的創意道具 Sony 針對 PS3 超大作 《秘境探險2》將向歐美地區推出 PS3 主機同款版 搭載 250 隻大容量硬碟的 PS3 主機 如今 台灣 Sony 電腦娛樂也宣布了《秘境探險2》 將於 10 月 13 號推出中英文盒版 同時也推出了《秘境探險2 PS3 主機同款主》 其中包含了《秘境探險2》的遊戲光碟 120GB 的硬碟 PS3 主機 遊戲手把 亞洲地區限定同款特點 的瑞克探險腰包 以及預約特點 黃金槍下載序號卡片等等 售價新台幣 12,120 元 十分的超值